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这里有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 就是二十二节 耶稣说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这边他们会觉得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哎呀耶稣怎么这么不尽人情 父亲死的去埋葬一下 再回来跟从你 那也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耶稣会说 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呢 啊这边要需要有个文化背景的一个解释 啊根据 这有两种解释 就是一那种 第一种解释是根据当时一种说法 习惯的说法是 只等到父亲死了再跟从主 啊这一般的说法 这个他们认为 这有当时文化的这样一个说法 啊门徒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父亲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那这个是 有一种解释这样 那是我比较相信第二种的解释 我比较接受第二种解释 那这里的埋葬是指第二次的埋葬 因为在智商期间 什么叫智商期间 就是在死后 到第一次埋葬之间 就是说人刚死了 然后要埋葬 就是第一次的埋葬 那根据当时的文化 如果是在智商期间 就是我们有当时的文化 如果家人过世 在埋葬之前 在第一次埋葬 就是死后 死掉之后 人死了 跟在第一次埋葬之间的时间 人是不可能 不能在外面跟耶稣谈话的 根据当时的话 人是不可以在外面出门 跟人家外面谈话的 那第二次埋葬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埋葬是第一次埋葬后的一年 也就是把骨头放在盒子里 放在坟墓的墙上 这个是根据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By Craig Keener 这个作者写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说这句话的人 我先把这再做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人是在外面 跟耶稣讲话 就是说主啊 让我先埋葬我 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那许多人围着他 那就是 我显然这个说话的地方 是在外面 是在外面 不是在家里 但是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 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的一个 一个习俗 人死后 在埋葬之前 他的亲人是不能在外面 跟人家讲话的 也就是没有这样的习俗 所以 此为他们 这个人既然可以在外面 跟耶稣讲话 那么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 这个人应该是第一次埋葬 跟第二次埋葬之间 因为什么叫第二次埋葬呢 第二次埋葬就是把 就是在第一次埋葬之后的一年后 把骨头放在盒子里 就很像台湾的检骨 很像台湾的检骨 第一次跟第二次埋葬 是相隔一年 就是在第一次埋葬之后一年 所以这个人可以在外面 跟耶稣谈话 第二次埋葬就是 这个门徒就 他就容我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等于是什么 等到我父亲第二次埋葬之后 我再跟从你吧 那耶稣就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为什么 你如果要等到一年后 就是可能是还等六个月 还要等八个月 或者等那整四个月 那耶稣说你现在跟从我 等到时间到了 第二次埋葬的时间到了 你再回去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任凭死人埋葬的死人吧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要我们跟从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容我 他说 这边讲说 如果我们有感动 要跟从耶稣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跟随 我们不要容让我们世俗的事情来产生 我们就要紧紧的跟随 那这是耶稣的意思 那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们不要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人是 他第二年再回去 就是 时间到了再回去 埋葬 他的父亲就好了 就是简骨的意思 简骨的意思 那所以 这边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有感动 从圣诞的感动 我们要 跟从耶稣 服侍神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跟随 紧紧跟随 那时间要抓得准 而不是要 要因为世纪事情的 世人的人生计划 而延期 而延后 所以顺便介绍这本书 我觉得相当不错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那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买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 我读的是英文的 好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 那需要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 能够当时的文化背景 跟随神而全时间服侍神 常常是需要放下自己的人生计划 并且我们需要有很大的生命的 坚忍力 在我服侍神快要二十年 我一个感受 我的领受就是 我们一定要有很大的生命的 坚忍的力量 不然我们很难承受 这些巨大的压力 我们很难承受 那这种 这种事情 除非我们服侍了 我们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到 那 我根据一个一篇文章 网上很流行的这个 作为牧师 那不被人知道的秘密 这个是有人传给我的 就是 作为牧师那些不被人知道的秘密 那提到了下面的数据 这是一个数据调查 他们做一个抽样调查 那这个website在这个地方 那他说百分之五十人的传导人 侍奉不会超过五年 你就可以知道 不容易 不容易 百分之七十的牧师在他们的事工开始之前 感觉到神对他们的护照而使命 但三年后 只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牧师感到七年 如果他们可能的话 他们想要离开他们侍奉的工作 但是却没有其他的谋生方式 百分之九十的牧师说 他们现在的工作 与他们开始投入到侍奉师 所预期的截然不同 百分之七十说 他们的自我形象 比刚刚开始侍奉师 降低了很多很多 这都是文章里面 我把它引用出来 百分之四十的牧师说 与教会的成员 每个月至少一次冲突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百分之八十五的牧师说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已经疲于面对 制造问题的问题人物 我想这样的这些 这些研究报告调查 我们如果去念神学 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我念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调查 百分之四十的牧师承认 在过去三个月内 他们曾经考虑过 放弃他们的侍奉工作 很高的比例 十个有四个 有十个有四个 身为牧师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用神的观点去爱慧众 仿佛从来没有被人伤害过 这个是牧师很需要 过重爱的度量的一个方式 因为 会众 伤害牧师 牧师通常来讲 不能表现出他被伤害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 潜规则吧 因为他们 他们一般的人都会认为 牧师是铁人 牧师是 无论如何他们有神嘛 对不对 那怎么可以 怎么会有被受伤呢 他不应该是 依靠神吗 45.5%的人 的牧师说 他们已经有忧郁症 或者职业倦怠的情况 他们需要请假 或者暂时性的休息 使牧师放弃 牧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会众的 不认同牧师的带领方向 牧师相信 神要带领 会众走向同一个方向 至少大部分 但是会众不肯跟随 这是一个那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产生许多多的问题 所以讲回来 所以怎么样 怎么样来服事神 是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 这些 这些我这边数据的调查 这些 数据这些遇到的难处 这些不容易 其实一个很保险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 除了没有全时间的职称之外 除了这个人不叫做传道人之外 那么他所做的事情跟全时间的人没有两样 那么他全时间出来之后 他所服事的事情 他说他做事他服事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大家 接受 或者是他在没有全时间 他在没有全时间的职称之外 他的名称不叫传道人之外 他所做的事情也会让他遇到我们刚刚所说那些问题 他的服事 人家不喜欢 他的带领方式人家不愿意认同 他的说话方式人家不愿意认同 他的带领方式人家不愿意跟随 那这些东西 如果一个人在教会服事 就可能都会遇到这些情况 就是那些 所以一个最保险的方式就是 我们在我们所属的教会 因为我们已经在做全时间服事的事情了 只差别的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职称 那么就很保险 因为这些难处都已经经历过了 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就变成比较容易 我们经历过这些不容易 那他还有这样的热忱跟呼召 那么就很保险 很保险 我常常会鼓励那些 有全时间呼召的弟兄姐妹 他们想要全时间呼召 他们来询问我的时候 我常常会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就是你在你的所属的教会 你就开始做 做到一个地步 你只差没有 没有这个职称而已 那没有这个职称 但是做全时间的人的困难难处 你大部分都经历过了 那就你出来全时间 那你就知道 就比较容易嘛 因为你都经历过了 那另外他们 如果全时间服侍神的人 他们全时间呼召的 有这样呼召的人 他们我很 还没有出来 我都很建议他们 服侍神很在乎 我们的生命跟恩赐 有生命但是没有恩赐 会很辛苦 会非常辛苦 那为什么有生命会没有恩赐呢 因为恩赐是需要操练的 而操练需要时间 操练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个次数 操练的次数需要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生命 人若自杰脱离悲见的事 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那一个人 如果是圣洁 如果他愿意自洁 脱离悲见的事情 那么他会渐进的被神用 他会渐渐的成为贵重的器皿 器皿不可能 一般来讲不太可能 一下子就成为贵重的器皿 因为器皿的培练需要时间 恩赐的操练需要时间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所属的教会 或者是有些方式 有些机会 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恩赐 那就是这边我讲的 你有生命 但是却不太有恩赐 那就要等一段时间 让恩赐能够比较被操练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恩赐不彰显 我们就开始全时间服侍了 那恩赐不彰显 虽然有生命 那讲到就不是很有恩赐 那牧养教会就很辛苦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 你已经走上去了 你要走回头吗 那而且重要的是 我们在操练恩赐的时候 最好有比较 有经验的能够来 帮助你恩赐的操练 那如果没有经验的 比较有恩赐的人 帮助一个比较 没有恩赐的人操练恩赐的话 那就会更辛苦 就好像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全时间的服侍 恩赐的操练 其实是很需要帮助 生命的操练也很需要帮助 但是我这边讲说 有生命 但是却不太有恩赐 那我们这个人就全时间出来 那么就会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那我也见过一些牧师 他们不是那么会讲到 那他们的会友也不是那么多 那他们的生计都成为问题 经济都有很有压力 那就会很辛苦 但是如果真的有神的呼召就出来 那神也不会让牧师们饿肚子 另外就是有恩赐却没有生命 服侍的道路也不会长久 我也看过很多的例子 有恩赐 但是生命的坚韧度不够 或者是跟会友之间的相处 不够成熟等等 那服侍的道路也不会长久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服侍五年的人 不到百分之五十 牧师的职位 出来全时间服侍的人 超过五年的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那 所以盼望大家就是有这样的认识 那 所以 如果要全时间跟随神的时间是最重要的 但是要最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什么时候 那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23到27节 马太福音同一章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他 说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赤着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这段经文比较 没有描述那么清楚 因为这边 没有描述耶稣说了一句话 那这句话非常重要 在马可福音 有这样的一段话 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他讲的这句话很重要 耶稣说什么事情就要怎么成就 当然这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如果配合的话 神就会成就 神说的话 神说什么就会成就 那是要我们去配合 神的旨意 以前我大概在灵修短讲 我也分享过 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不外乎三种 第一个是神一定要成就的旨意 例如旧恩 例如耶稣要上十字架 例如耶稣再来 例如点点点 这些是神一定会成就的旧恩 一定会成就的旨意 那这个是神一定会成就的旨意 第二种就是什么神在个人生命中的旨意那就不一定会成就了有些可能会有些就不一定会为什么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嘛那可见了神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旨意不一定都会成就我们需要祷告的那神在地上做的第三种类型就是神的允许神的允许 应该有第四种神 第四种就是神的任平 任平 所以一共有四种神的旨意 神一定会成就的旨意 第二个是神的旨意 但是不一定会成就的 需要我们祷告 第三种就是神的允许 例如我们犯罪 当然不是神的旨意 可是神允许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犯罪到的地步 神已经不是允许 就任平 神任平我们 就像以色列人 神任平他们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好 所以这边耶稣讲话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人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导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夫子 我们上面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着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这边是什么意思 没有信心是什么意思 你们对我说的话 没有信心吗 我不是才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吗 他说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吗 表示说 我们过去 你们就配合 你们就把船摇过去就好 有风浪没有关系 他们就大大惧怕说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各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知道耶稣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 耶稣怎么说 事情要怎么成就 要怎么成就 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一点 耶稣绝对 耶稣说的话 绝对会给我们力量去做的 耶稣说 我们到渡到那边去 他要我们做的命令 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去完成的 其实圣经里面 所有的命令 也都是在这个原则之下 神会给我们遵行 他的命令的力量 并且他会来帮助我们去完成 但是基督徒却常常会认为 神的命令好难做得到 以至于我们心里 常常会有生意 说我做不到 我不能 这是根据统计 有一本书 基督教基督徒写的书 他就根据统计 基督徒的十大谎言之一 就是我做不到 当然神的很多命令 是很不容易做得到 没有错 也很需要时间来学习 做得到 没有错 但是我在那边再讲一次 就是我最近讲的主日 我们是不是要先接受 我们心里至少不要有谎言 我们至少不要有说 我做不到的这种谎言的心态 我们可以说 我现在还做不到 我还需要点时间 但因为什么 因为那靠着人要加给我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 不是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的父母尚且不会给我们一个命令 是我们做不到的 更何况是神 他万能的神 全知全爱全能的神 他给我们一道命令 他当然会给我们力量去行出来 不是吗 所以我很盼望 我们在面对神的命令 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也许神要我们跟随神的自己一点点点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至少不是落在这种被仇敌欺骗的一个心灵状态 就是我做不到 我不行 我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 都已经失败了十年 怎么可能会做 我们先不要有被仇敌欺骗的那种状态 我们要至少跟神说 主我现在还不能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你要加倍的帮助我 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 好 我们彼此来勉励 开始 谢谢观看